现在我在去做莲的路上 因为我一直做皮苗和热马吉的那家医美诊所呢 他们要推出一个新的皮肤护理 就是属于日常的一个皮肤管理的一个项目 所以邀请我去体验一下 那今天我就是去当小白鼠的 哇 您这儿好漂亮啊 我们今天是做一个WICH PRO的TRIMENT 然后它是一个出卖电磁波的一个产品的高科技 然后这边有不同的时光胶囊 我们今天叫时光胶囊 对 它有个叫时光胶囊的称号 然后我会依照你的皮肤去帮你 选选适合你的肤色跟适合你的胶囊 它这个就是可以叠加不同的 对 我们一个部位最多叠加两或三个以上 我们就要换部位了 但通常这个它本身就蛮滋润 它有深层修复的功效 所以做完之后我们帮你敷上密膜之后 帮你带一个颈尖按摩 整体是非常舒服放松的 开始要做 可以可以 它这个导入属于电流导入 对 这个皮领它是用冲击麦导入电磁波的 它是那种间歇性的电磁波 帮你做一个全脸的导入 它不会有任何痛感 它比一般的打入再更深层一点 这里有那个光光修复美白的性能 整个过程超级超级舒服 又不会说特别长时间 我觉得这时长挺合适的 因为有的时候时间特长 躺在那也觉得挺累的 就现在也觉得 就是刚好 然后是很放松 然后又很享受 像做了一个死伴按摩 就那种感觉 关键的 现在皮肤是贼亮 哇 最近皮肤最好的时间 赶紧给我记住一下 拜拜 我今天涂了一个霉红色的口红 可以中和掉皮肤的那种黄色的 所以今天觉得这种霉红色唇膏好像还挺适合我的 然后也是今天我收到了几个快递 所以就迫不及大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首先是一条这个运动裤 这个裤子呢就是我收到之后一直在穿 它就是一个这种前面有开叉的 然后属于这种喇叭的裤子 它其实是一个运动品牌 所以它这个面料呢就是那种运动服 瑜伽服的面料超级舒服 而且这种瑜伽服呢 它本身也是有一些微压的 所以它这个穿在腿上就特别显瘦 尤其是我觉得大腿这块 大腿特别特别显瘦 我还就是入了它的这个 它是一个上衣 它这个上衣呢是这种带坑条纹理的 我觉得黑白呢肯定又超级百搭 我足以证明了它真的是太好穿了 我真的很喜欢 就绿色也很好看 这个品牌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 它是比较偏时尚类的那种运动服或者瑜伽服品牌 包括Candle啊 它们都在穿 这个呢就是MECA今年的节日礼物包装 然后它们也是送给我的一大箱的礼物 非常非常感谢MECA对我的宠爱 首先是一个这个 这个应该是一个那种 就你们知道这个助眠的品牌吗 里面就有一个睡眠的喷雾 Livingproof的洗发水护发素 最近人呢还是很火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一下火起来了 其实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和大家分享过这个品牌 我用过它家太多的这个护肤品了 我自己个人是最喜欢这个绿色的 因为它用起来非常非常舒服 也是那种舒缓的感觉 香提卡的眼影 这个眼影看着真霸气 是这种大底色的 里面也是这个图案的 我还没有用过香提卡的眼影 这应该是第一次 它里面就是这种大地色的 哇这个镜子映出了我的照相机 然后还有这种灰粉灰粉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 应该还是挺实用的那种 一个小的香水套装 不同的调香师创建的一个品牌 然后这些调香师呢 他们可能在其他的香水 或者香氛品牌都是很有名的 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品牌嘛 所以他们就是几个人 联合在一起去创建的 而且每个香型呢 都是他们自己很有个人特色 以及个人的喜好的那种感觉 感兴趣的 我觉得入这种去试一试 还是挺好的 TUFACE的睫毛膏真的很好用 我觉得它在那种欧美品牌里边 算是比较适合亚洲人的了 这个是一个澳洲的品牌 然后它主打比较天然 而且是绵羊油 就是它的成分呢 就是绵羊油 那绵羊油它主要的那个油脂 就是羊毛尖尖上面提取出来的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滋润的这种 Maria Body Skilled 其实我觉得这个品牌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就是它的那个沐浴露 是可以去一些鸡皮的 而且真的是很有效 然后性价比又很高 但是我用了它的护手霜呀 喷雾呀 就一般般 然后就是一盒香水 这个香水我也是第一次 去试用一下吧 就长得好漂亮 我自己囤货的 我觉得Alamis的卸妆膏 目前在我心里呢 就是卸妆膏排名第一的 因为我自己已经用空了一罐了 所以我这次就马上囤货两瓶 然后它打开以后 里面是有一个这个截面筋的 但我自己现在是用那种 一次性的嘛 我觉得那个更卫生 然后这个就是它这个黄色的 然后粉色那个玫瑰的 我也正在用 我觉得可能就是味道上面不一样吧 这个就是我自己 非常非常喜欢的 植物精脆的味道 这两个呢 就是Biosense的 这个是蓝铜圣泰精华 那蓝铜圣泰 它主要就是让皮肤去 修复你的屏障的同时 也会让脸变得更加的烹弹 所以这个我是想试一下的 然后同时也是囤了一瓶 它的这个油 然后最近我也把这个油 去涂在头发上 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所以觉得它消耗还挺大的 Waffle的一双丝袜 就是我觉得丝袜 可以穿出比较高级感的 它的材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Waffle是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就是它不是那种日常 就是随便穿穿 坏就坏 它真的是可以穿出 就是那种气质的感觉 帕尔玛的 这是阔香 哇 看起来好精致 它特别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个味道了 加州桂 好好闻 是有一种那种 东南亚一些就是酒店里会有的那种味道 罗马尼亚之光 它这个味道 我闻起来是 就是属于那种有一点点燥香的感觉 特别的清新 很像清晨 也很像白衬衫 就是那种很干净的味道 摆在一起 一黄一白也挺好看的 这个蜡烛 看它这 哇 这个好香 这个味道好好闻 这是无花果 这种无花果太熟悉的这个味道 还有一个 这个是 这个味道好像叫香橙香 就是那种橙花的味道 这个就更偏向于花香 最近我也没有和大家分享过爱用什么的 就是因为在下半年的时候 我真的是狂踩雷 就很神奇 用什么什么踩雷 用什么什么不好用 而且经常导致我就过敏了 也有可能就是我脸变得比较脆弱敏感了 所以就是在试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 它一下就过敏了 有的时候非常夸张 前一天晚上还是挺好的 还想着第二天去拍照 或者拍一些东西 但是早上起来瞬间就过敏了 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就很心烦 然后导致也很多东西 其实有点不敢用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 还是我自己一定要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分享出来 才是比较好的 然后最近呢 我是收到了尼泊 这个品牌给我寄来的他们的护肤品 然后首先我觉得它的这个包装就是非常非常的吸引我 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这种包装 然后整个呢就给人一种非常纯天然很纯净的这种感觉 低饱和泥土的感觉 就是觉得又自然 然后又很低调的那种风格 那尼泊呢 他的创始人是摩洛哥人 然后他是一个艺术品的收藏家 也是一个生物学家 就是感觉好像又很有审美 然后又很有技术 他的一个设计灵感呢 是来源于海豚的皮肤 因为海豚的皮肤呢 它是有一个两小时就可以自修复的 包括它的名字都是尼泊 就是海豚英文的 把它倒转过来 他们就起了这个名字叫尼泊 然后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它的面霜 就是我用了它的面霜之后 真的是特别的惊喜 就是首先它没有任何的那种很浓烈的味道 就几乎是闻不到什么味道 但它又很像 就是比如这种阔香 你可能有一个空气过去 就把这个味道好像刮到了你面前 是那种时不时的 就闻到了自己脸上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它的这个质地呢 非常非常的轻薄 延展性很好 就是感觉我只用薄薄的一层 然后就可以涂全脸了 用过之后就会觉得摸起来 脸是那种非常细腻 非常细滑的 感觉是那种充分的被滋润了 但是用手这样一摸全部压光 一点点都不油 包括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都觉得自己整个皮肤毛孔很少 就那种特别特别细嫩 就是那个效果是马上就有的 在我脸它已经过敏很泛红的一个状态下 我也试了一下这个面霜 它修复能力真的很强 第二天马上就好了 这也是让我超级惊喜 而且一下子就会觉得 我都用着特别特别放心的那种 所以我真的太喜欢这个面霜了 我觉得如果今年让我只选一款面霜的话 那我肯定就是选尼泊的这款面霜 这个是一款面布的磨砂膏 它这个磨砂膏呢 我觉得也跟我用过所有的磨砂膏完全不一样 它就是那种非常软糯的感觉 就是懦懦的用在就是我只用T去嘛 就会觉得一触皮肤它马上就融化成水一样 然后你搓的时候也会觉得是那种绵软的感觉 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磨砂膏 不要用在皮肤比较薄的地方 也不要经常的去用 不然很容易去破坏屏障 但是呢我们脸是有一些角质的 我们偶尔去用一用这种磨砂膏 把多余的老费的角质去除 其实也是有助于你后续护肤品的一个吸收 所以不是不能用抹杀膏 一定要用对 这个贴面面膜我都没舍得用 我就试了一下 它就是感觉是面霜加倍的这种滋养 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弄了一个这种烤串机 简直使用频率太高了 我感觉这烤串机已经快要累死了 几乎没什么烟 就这样一盖 建议可以入一个双层的 双层的会比较快 打算把它用坏了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换一个双层的 而且烤串机超级便宜 我记得才200人民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